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美军还是有一个 非常的强的强项 就是我们的隐形战斗机 B2轰炸机 F22猛禽 F35 Lightning 闪电 这些都是美军的骄傲 有着敌人绝对无法 侦测的能力 为什么我们可以确定敌人找不到呢 因为就连我们自己 都找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是拜登开的吗 然后忘记停在哪里的吗 还是 反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OK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最新的科技 最先进的这个科技 就突然凭空消失了 这个新闻报道说 突发新闻 Breaking 美国政府要求大众的帮忙 来寻找一台 不幸 OK 凭空消失的 8000万的F35 闪电战斗机 十几天下午一个 不幸的事件 OK 不幸 一名飞行员空中强制脱离了他的飞机之后 目前美军还在寻找那8000万的F35 Charleston基地发布在脸书上 来自Bilford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飞行部队声明 因为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在F35B闪电2 一台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训练部队上面 VM FAT 501 同时也是第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部队 飞行员空中强制脱离后 安全转到了当地的一个医疗中心 目前一切安好 紧急反应小组还在试图的寻找这台F35 对 没有错 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对 就是一台8000万的高科技战争的科技 不见了而已嘛 对不对 隐形技术太强 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 最棒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反应 好像有点类似台湾上次 好像是雄风三行反舰飞弹 不小心飞出去 然后打到了一艘台湾的渔船 然后还把那个船长打死的事件 台湾的反应是关键时刻的刘宝洁 在关键时刻上面讲说 你看 这个是好事 我们的雄三飞弹 弹无需发 而且发出去了之后 自己搜寻 而且几重了目标 从金江界飞出这个 造价接近一亿的雄三飞弹 到达了那个坐标上空之后 竟然当场真的有那么一艘渔船在那边 于是接下来发生的 又是巧合中的巧合 一般来讲渔船那么小的目标 很多其他国家的反舰飞弹 可能都锁定不了 但我们的雄三飞弹 竟然俯冲而下 还真的射穿了这一艘渔船 结果当场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杀害 就是这么蠢 那我们美国呢 这个世界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最先进的科技技术 美国的纳税人天天资助 每天除了打击保守派的政敌 以外其他什么都不做的五角大厦 不但把一台八千万的飞机搞不见了 还敢在脸书上面发文问说 乡亲父老们 快来帮我们找到这台战斗机啊 OK 塔台通讯记录呢 飞行员有没有看到 OK 你们装的雷达装甲的吗 怎么会连找都找不到呢 这只有两种可能 就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不是全部的事实 跟故事的全貌 要不然就是 美国政府很无能 如果把国家给他们管的话 不用说八千万的战斗机了 OK 70亿的军事物资 都可能留在阿富汗 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 可能中国的这个 那个间谍热气球都已经找到了 然后可能中共已经把那台F-35 全部分解 然后回去反向操作 重新制造了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或许这台飞机被骇客了 然后现在停在一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这边盖的一个警察局 或者是民用飞机厂 或者是现在已经飞到古巴 然后人民解放军 在那个地方接应 也是有可能的 反正就是 夸张到 没有人可以相信 我们今天开始了解说 军事公司说 他们正在回答 连接了一种 违补 附近F-35 海洋军 警察说 一天前来的艇 spoil F-35Lightning 2 被送完军 美国政府用美国的纳税金买的 或是生产东西 就这样子无缘无故不见了 飞到阿富汗不见了 飞到乌克兰不见了 现在在美国本土也可以不见 如果不是产品不见了 那就是税金本身不见了 就是美金不见了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个新闻标题 乌克兰的总统还有官员 从补助当中贪污了4亿美金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纳税金 我们的营业税 资产税 他们不把我们的钱当钱看 美国的人 美国的家庭 建立出来的财富 生产出来的东西 我们累积出来的财富 对他们来说是可以随便挥霍 当富豪的一个东西 不只是我们这样说 我们保守派这样说 就连CNN也这样说 五角大厦宣称 上个月乌克兰的财务计算 误差比之前大非常的多 美国给的钱其实是62亿 而不是原本预计的30亿 Oopsie Daisy OK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对不对 30亿而已啊 对不对 30亿的军事用品 子弹物资 车子 坦克 反正坦克火箭筒 大炮 美国最精密的防空系统 爱国者飞弹 就不见啊 对不对 超级星期天 Super 我是超级特殊小组 小组长 普学亮 OK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住过必留下邻居 我们美国就是去一个地方 OK 丢几个 丢几十亿 OK 阿富汗那边丢几十亿 伊拉克丢几十亿 叙利亚都丢几十亿 乌克兰 我们还没去 几十亿先丢出去了 OK 然后我们的政府的反应 永远是 就是要这样啊 不然该怎么办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嘛 对不对 如果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我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如果你是老板 然后你发现你的员工 每次去 就是去杀一堆人 然后把几十 把十几个亿搞丢了 你会不会开除他们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会允许 这样子烧钱的员工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任何的底线 我们什么时候 失去了我们最后的底线呢 大概是在33兆之前 OK 33万亿之前 33兆是什么 就是我们美国的国债 美国的国债 首次超过了33兆美金 33兆美金的国债是什么意思 就是 每一个美国的纳税人 不只是公民哦 还包括绿卡 还有打黑工的人 只要有报税的 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的人 每一个人都欠款 25万美金以上 也代表是什么 就是全美国的人 所有的美国公民 你的儿子 或是你的女儿刚出生吗 你家里有退休的老人吗 每一个人都欠 9万8千多块钱 这个国债是怎么来的 这些国债都去了哪里 我们欠了这么多的钱 到底有多么伟大的建设 有多大的改变 是我们的DMV的服务变好了吗 DMV的这个网站 现在变得很先进 不用大牌长龙 是有更多的警察 来维护治安吗 总不可能 我们的政府 拿我们的钱 使用来公立学校 性洗脑小孩 然后使用社工室 家庭破碎 建立吸毒所 鼓励打砸抢吧 总之 我在2020年大选结束之后 我记得我当时出了一个 2020的这个回顾 主题是 我们不再是一个 严谨的国家 最能说明 我当时说的东西 是正确的 就是我们的政府 不把33兆美金 这个数字当一回事 反而觉得 这好像是在停车场 调出来的零钱一样 33兆的国债算什么 对不对 压力越大 越能萃取出精华 喝咖啡 请要喝贝纳送 我们接下来10年 是要把国债提高到 40兆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政府的无能 还有我们这个国家 有多么的不严谨 在我们美国居住的居民 失去了工作 没有办法养家 医疗人员被逼着要去打疫苗 失去医师执照 家庭破碎 好不容易存钱买一栋房子 但是地价税跟贷款利率 没上限的提高 好不容易创业 生意却被打砸抢 失去了一切 美国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8000万美金的战斗机 去打水漂 然后说 怎么一台F35不见了 然后几十亿的美金丢到国外去 然后没有任何投资报酬 就算这些钱没有丢去国外浪费 放在国内里面 也是让那些非法移民 去住星级的酒店跟饭店 然后如果拜登没有在浪费你的钱的话 拜登就是在跟我们的敌人 做很糟糕的交易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去年的一个人职交换 我们用一个俄罗斯的黑市军火商 外号叫做 Merchant of Death 死亡商人的国际罪犯 来去换一个WNBA的Podhead 呼大麻 呼到神志不清的 憎恨美国的一个叛国贼 当然今年要更上一层楼才可以 我们怎么可以指这么烂呢 美国跟伊朗达成的协议 交换五个美国公民 以及五个伊朗人 听起来这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实际上是 我们用了五个美籍的伊朗人 交换可能在美国的伊朗间谍 或者是这十个人 其实都是伊朗间谍 或者是CIA 但是就算这个样子还是不够 拜登认为说我们是弱者 交换人质还不够 我们还要让伊朗有更多的甜头才可以 我们还释出了 60亿的经济制裁这个钱 我们要把这些钱直接送给伊朗 直接送给伊朗的政府 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钱 来做核弹 来打以色列 然后来打美国 然后跟我们这些纳税人说 不用担心 OK John Kirby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在这个时候释放60亿给我们的敌人 其实是好事 并不是一件坏事哦 别担心 这些钱会直接到伊朗 在伊朗人民的口袋里 伊朗政府一毛钱都拿不到 是哦 你要怎么做到 你要怎么控制这些发放给国外的钱 伊朗跟美国是有什么制外法权吗 你怎么控制 拜登给伊朗的钱 就会跟欧巴马给伊朗的钱一样 让伊朗的政府提炼更多的Uranian 然后做核弹而已 然后来威胁美国人而已 这个政府是史上最浪费 最无能 最无耻 而且最把人民当成 no need no clue的政府 Joe Biden的存在 让所有的人认为 欧巴马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总统 Jimmy Carter是一个不错的总统 这个就是我们美国最大的悲哀 就是我们不再是一个严谨的国家 当然今天重点 不只是在讲 美国政府有多浪费钱 所有的政府都是这个样子 只要你给他多少钱 他就会浪费多少钱 美国的国债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 代表我们的政客 在国会里面不断的妥协 不断的放弃自残 才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高度 我们要想的是 我们怎么会允许这个样子的人 来统治我们的国家 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自己的儿女 告诉我们自己说要节能减碳 不要浪费 我们却同时允许这么没有自治能力的人 管理我们国家整体财富跟国家的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上一直在讲 一直在强调 我们活着必须要有更大的目标 更高尚的道德价值观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为我们自己的家庭 人生还有社区负责 美国跟所有的帝国一样 有一天会陨落 美金有一天会变质 变得跟废纸一样 你实际上拥有的才是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就是耶稣是圣经 是我的小孩变成有能力 而且有道德的人 我们的政府 连8000万的战斗机都可以让它凭空消失 什么时候它会让我们的银行账号里面的数字 也突然凭空消失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可能性太大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